为了让玉礼镇的长辈从家中走出来动动身体 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就举办一场欢乐老顽童的银法族趣味竞赛 老大人们玩得非常开心 大型的骰子套圈圈的活动长辈们都主动参加 这是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办理的玉礼镇 欢乐老顽童银法族趣味竞赛 总共有120多位的长者来报名 总共有120位的老人家 除了我们市区还有包含活动地区 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疫情比较严重 大家都没办法出外活动 利用这个机会办一些老人家可以玩的一些趣味竞赛 黄夏明说看到现场老人家都带着笑容欢喜 平常老人家都是在自己家里运动 这次透过所有社区共同交流趣味并赛 老人家兴趣更好 同时可以互相观摩 每一个社区社团平时一起 大家就更有默契更有兴趣 设计了六项的比赛 让这些老人家在疫情之后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回忆 那里头的设计 相信老人家在玩的时候都觉得蛮有趣 蛮新鲜的 长辈们说这种运动非常好 更能让老人家互动 大家比赛很有趣味 他希望未来继续办下去 让老人家很快乐的跟每一个社区快乐的交流 记者高双双玉米镇采访报道